中国全国政协员常委孙怀山被判十四年,图,北京时间9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中院宣判,中国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员常务委员,港澳台乔委员会原主任孙怀山受贿案法院认定孙怀山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人民币,孙怀山受贿所得财物被追缴法院称, 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孙怀山,在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江盛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获取土地使用权,承办个人化展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利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天津高盛公司,龙园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审批,职务提拔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 法院指出,2000年至2016年孙怀山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其子及儿媳等特定关系,仍以收受现金、金条、书画作品、挂名领新等方式, 多次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3975万余元人民币。 案发后孙怀山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上部掌握部分受惠犯罪事实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法院认为孙怀山有退缴,赃款赃物,认罪毁罪,对其从轻处罚公开。 资料显示1952年出生的孙怀山是江苏联水县人,曾长期在中共共青团中央任职1994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先后任刑管局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5年后升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2013年,再升任常务副秘书长兼机关党组书记,机身正部级2016年,其转任中共政协港澳台乔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是18届中央委员。 孙怀山,曾任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长达17年,其中有10年服务江派前常委,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倩林,2017年3月2日中共2017年全国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当天下午5点政协新闻发布会结束不久。 孙怀山被宣布授查,2017年6月2日孙怀山被立案审查中纪委通报称,孙怀山望一中央大政方针搞团团伙火对抗审查,身为中央委员,政治尚不忠诚,经济上贪婪等。 今年2月孙怀山被起诉,其被指控利用担任中共团中央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及常委,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但没有说明数额,孙怀山成为首个被公开指利用中央委员身份牟利的官员。